2023年6月30日 亚马逊正式停止了中国Kindle电子数电的运营 其实早在13年前 优优独独预演了Kindle的失败 你就是把时光倒退十年 让阿玛特和贝斯也到中国来创业 也给它20亿美金 它也杀不出来Kindle 强调当初给出的关键理由就是 不过在中国买了Kindle回去干什么 第一个破解 破解完了之后所有盗版都会硬了 永远不会回头在你网上再买一次 一块九毛九美金去下载一个书 咱们中国的消费人那脑有病 但Kindle败走中国的背后 真的仅仅是一个盗版问题就解释得通的吗 旁边请坐 好看的小哥小姐姐也请坐 我是李小白 今天我们就来唠唠 Kindle在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杀死 做这一期视频 是因为前不久收拾房间的时候 我从某个鸡脚嘎啦 找到了吃亏多年的Kindle Paperwhite 想起来前阵子Kindle退市的消息 我刹然弱势的同时 产生了一个疑问 Kindle的失败 难道是因为现在泡面市场萎缩了吗 Kindle的失败 难道是因为现在人都不看书了吗 恰恰相反 根据2022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从2013年到2022年 中国人数字阅读的比例 从50.1%跳到了80.1% 也就是说 在Kindle进入中国市场的这9年 数字化阅读是越来越货了 但Kindle作为专业的数字阅读设备 反而在这样的浪潮下 被手机和平板慢慢地挤出了市场 那不得找找自己原因 Kindle在中国的起点在2013年6月 这远被大家预许的药板 要知道 初代的Kindle可是跟初代iPhone 在同一年发布的 2013年 iPhone能出到第五代了 Kindle才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但这也抵不住它刚一来 就火遍全国 早期甚至卖的是一击难求 仅用了三年 中国就一跃成为了亚马逊 在全球Kindle设备销售的第一大市场 在2018年的天猫双十一 Kindle在电子书销售份额中 占比高达80% 为了第一 紧随其后的文石占比减百百分之十 排名第三位的掌约科技 更是只有3.5% Kindle在国内的电子阅读器市场 可以说是一记绝尘 自它出现以后 就直接成为了电子阅读器的代名词 持续到2021年 Kindle仍然牢牢占据了 国内电子阅读器市场 百分之六十五的份额 直到2022年的6月 Kindle符号宣布 亚马逊会在一年后 停止Kindle中国电子书销的运营 下半年 国内的Kindle销量 才暴跌了百分之六十一 但市场份额仍然榜上有名 处于第四位 从数据来看 可能Kindle卖的也不差 为什么要推出中国市场 首先 造一个电子阅读器的成本 是很高的 几乎跟半价差不多 在一篇Mainstreet的报道里 市场研究公司HIS 将售价79美元的Kindle拆开后 发现里面的零件成本 加起来差不多是78.59美元 这加上大概5.66美元的人工费 这意味着 亚马逊每卖一个Kindle Fair 就要亏无美元 而且这还没算上 版权的软件运费啥 想念这便是 为了不亏钱 早在2019年 就把硬件业务给剥离了 在屏幕供应商 元泰科技的官网里 一块9.7寸的屏幕组 能卖到250美道 算一下得1979美元 而掌业的新品Ocean 3 售价只需要1600美元上下 由于元泰科技 在电子墨水平的产业上游 具有垄断地位 采购商基本上 没有与其溢价的能力 所以这一块屏幕的价格 可能比整个阅读器都贵 可见 通过销售阅读器来获取流量 对掌业来说 也是得不偿失的 这么看 电子阅读器商家 是不是都挺良心的 不惜亏本都能让我们看上书 咱得明白 Kindle和其他电子阅读器品牌一样 并不是靠卖硬件来赚钱的 事实上 全世界能把硬件产品 卖出高价 且利润丰厚的 恐怕也只有苹果能做到 我知道 就连特斯拉也要靠 售价7000美金的自动驾驶宝赚钱 亚马逊的老达贝佐斯 在推出Kindle的时候 就想得很明白 他没有打算靠Kindle盈利 而是想通过设备 让大家买更多的电子书 或者是订阅服务 这样才能赚到钱 对啊 既然硬件不赚钱 那靠卖电子书赚回来 我就行了嘛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电子书卖的比纸质书还要贵 你让我怎么为你买单呢 一条数据线 加个ZLibury就能搞定的事情 再不继续淘宝 花个5毛钱买的资源 那不是更香吗 在知识产权保护 不够强的中国市场 亚马逊只能是卖的越多 亏的越多 再者 现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五花八门的阅读软件 卷得飞起 我下个买书 每个月都能白嫖体验卡 随着随地的 随便看各种网文不说啊 打开就能看到 林哥最近在读什么书 在我的好友阅读排行里 记记 还能借鉴别人的书斋 发到朋友圈 凹一下生成的人设 做一则图书社交 什么花样都能整 那我干嘛还得带个 听到我出门就跟他负重了 而且啊 数字化阅读的比 虽然越花越大 但实际上 分给电子阅读器的 只在26.8% 所以这点饼干 虽然还得跟其他品牌分 面对高成本和低利润 如果不能通过广告 或者转化流量赚钱 还不能让读者掏钱 这样的生意 还怎么继续下去 国内的阅读器品牌 背后大多有 互联网大公司成了 比如说多看 默暗 靠的是小米 华为自己具有 硬件转服务的优势 可大讯非擅长硬件 而当当京东 靠的是内容和渠道 什么包袱 纷纷打不过的加入 让系统更开放 自家书成 大家喜欢出个前旁游场 不喜欢你下别人软件 也没事 最关键的是 这种开放的态度 让他们抓住了 网文的热潮 要知道 2023年国产局播放前10名 有7步是改变自网络文学 而2022年 主要的网络文学平台 您收超过了230亿元 网文凭借套路 吸引到了用户们的 疯狂付费 比如说 如果大家常逛知乎的话 就会发现 这几年上面 多了很多套路的网文 什么怪谈 无限反转的 反套路文 悬疑查案的都有 而且是免费读到 最精彩的地方 你不可以看了 得让你抽会员 狠狠地掉入大家的胃口 我只能咬牙切齿地 把会员冲了 导致我现在是 一天不看难受 看了难受一天 而且现在网文的作家 很了解 现在的流行热点和价值观 比如男品小说 都很能抓住那种 一下子逆袭翻身的爽点 而现在的女品小说 也不再只是 霸道总裁爱上我 很多都融入了 现在的女性主义家人观 比如说那种 把男主斜死 女主独美的 这种离谱剧情 至于Kindle 虽然他试图通过 Villa这样的平台做网文 但奇怪的是 Kindle用户 反而读不到这些内容 在2022年 Kindle还跟Miku合作 推出过网文一读起 但看起来 还是没能找到 让用户愿意付费的 正确方法 所以说 卖电子书也不是不赚钱 只是Kindle 没有找对方法而已 加上这几年 免费日子的兴起 Kindle的封闭系统 就更没吸引力了 如果说 争不过免费模式 又跟不上 国产运动器的开放风 只能说是Kindle 在策略上的失误 但当我们所有的 智能设备 手机平板 都在争分多秒的 试了把我们的时间 炸得一滴都不剩的时候 被降为打击的Kindle 似乎只能成为 时代的眼泪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拿起手上的手机 和2013年的手机一笔 立马就能感觉到 科技的巨大飞跃 如果你拿着如今 还在售卖的 PaperBattle 5 再去看看 2012年发布的 PaperBattle 2 除了充电稿 恐怕很难再说 出有啥巨大的区别 这个就挺能说明问题了 虽然Kindle的目的是 让我们专注阅读 不需要太多 花里胡哨的功能 分散注意力 但是在这个 快速变化的时代里 Kindle明显 就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实际上 走到2014到2016年 智能手机和iPad 开始流行的时候 Kindle的销量 就已经在掉了 电子书记70万册 比2013年增长了近10倍 但是从2019年开始 亚马逊就不再 公布销量数据了 直到2022年6月2日 直接宣布 退出中国市场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Kindle的销量 确实不怎么样 诶 等一下 我们刚才不还说 销量还不错吗 但是卖的不差 有一个前提 Kindle在阅读器里面 确实是卖的好 而且还是最好的那个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 阅读器的比 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在事实上 全球电子阅读器产品的销量 20万台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也就是说 阅读器的黄金时代 在Kindle决定进入中国市场 在2013年就已经结束了 而Kindle之所以能在国内 达到销量增长 主要是因为 国内电子阅读器的市场 起步比较晚 加上它早期成功的营销有关 毕竟Kindle最大的本质就是 当你不曾拥有它的时候 会情目自尽的想要买一台 但当你把它买回家之后 那又跟我们工作室 被当成晾一架的单车机 被当成晚贵的洗碗机一样 它只可能被拿来盖泡面 却不大想得起来用它来看书 因为拼命征抢用户时间的 不止是自动设备 还有各种APP厂商 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 发展研究报告就指出 2022年 我们人均单日刷视频的时长 能达到168分钟 比两年前的120分钟 增长了40% 占据了用户大量的时间不说 短视频这种东西看多了 我们就慢慢就不太能 静下心来读一种大段的文字了 说实话 这两三年我自己也是 刷短视频的时间明显变多 长运组的能力也随着减弱 那在朋友给我推荐一本书 我可能会先上网 找那种三分钟 读完一本书的视频来看 其实就跟那种主角 是小美大壮的电影解脱差不多 博主把书的精华部分 有几分钟给你讲清楚 特别是那种网红工具书 就是那种会被归为 个人成长类别的书 我觉得至少个大概就行了 毕竟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能静下心来看完一本书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跟我一样想法的朋友 估计也不少 所以在B站上 现在读书视频才这么火 哔哩哔哩读书生态报告显示 读书类视频的播放量一直在这 在过去的一年 有超过9000万人 在B站看这类视频 每天至少有74.3万人 看一次读书视频 除此之外 假设我现在想了解 某些领域比较专业的概念 我也会选择看视频 比如说讲集中联理 不法教育的 可能是因为视频里的内容更直观 信息密度也更高 这种填鸭式的信息接种方式 也会让人觉得 没有读书那么累 假设我现在想了解 什么是大元模型 以前我可能先要找几本相关的书籍 一页一页地读 其中可能充满了各种专业术语 外行人可不看不懂 而现在 我只需要打开B站 搜大元模型的视频 就能看到林哥用讲端子的方式 把指示关到我的脑子里 整到这里 大家可能发现了 沙子Kindle的 不是掌阅汉王这样的阅读器 也不是发行小说 微信读书这样的阅读软件 也不单只是短视频游戏和视频平台 而是围绕着智能手机的 要把你的时间吃掉了整个互联网时代 知乎上面有这么一个提问 互联网时代 是不是只有占用用户 更多时间的产品 才有发展的可能 得到了创始人罗振宇说过 得到了真正精灵对手 或是和他一样的喜马拉雅APP 而是腾讯在2015年初的手游 帮着荣耀 想当初Kindle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还是 电子书会不会杀死纸质书 结果呢 Kindle不仅没有成为指数的杀手 反而被手机隔了命 就被移动互联网盖上了板 作为快节奏时代的科技产物 电子阅动器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手机的替代 逐渐沦为和手机共同箱 重合的小众产品 慢慢被市场所遗忘 我们现在回头看 被它复盘的时候 我们会诟病它跟不上时代 在互联网时代 还妄想坚持做一个专一的设备 那不是注定要被时代的浪潮碾压吗 这份坚持倒显得有些凄美 就像现如今 依然选择了功能不那么丰富的Kindle 又或是指数的人们 潜意识里 是不是也是为了追求某种仪式感 一种需要与浮躁的互联网时代 暂时隔离的仪式感 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 曾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写道 科技并不像人类想象的那样毫无意识 它有自己的眼睛路线 并不完全受人类控制 而人类要做且能做的就是 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要迷失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 Kindle的兴起和衰落 其实就是我们与科技关系的所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觉得这些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订阅三连 我是李小白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